尖沙咀一間中標店發生劫案 三個蒙面匪徒、手持開山刀、伸縮棍和鐵槌 劫走了2300萬元的中標珠寶之後逃走 中標店的一個職員受傷送院 警方事後在洛馬州米埔新村 發現一架墳位的七人車 相信就是匪徒在逃走的時候用的私駕車 警方將兩宗案件合併 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梁家儀 被劫的中標珠寶店名人站 在尖沙咀海防道44號 事發之後店鋪落半閘 警員到場調查 店鋪裡面的玻璃式櫃門爛了 整地玻璃碎 有幾隻標散落在地上 事發在早上10時多 珠寶店開了門沒多久 三名穿著防風雨衣、戴帽和口罩的男子 估計一名是南亞裔男子 拿著徐仔、開山刀和伸縮棍走進去店鋪 又用流利的廣東話向職員說 退去後面 沙刀的男子就指客店內的職員 就跟他們說叫他們退開 而拿著徐仔的拆人 就用徐仔去打爛了在正門的飾軌 也都搶去了34隻瑞士製的手錶 和39條美國製的手鏈 失物總值就是2350萬 警方說行劫的過程大約兩分鐘 拆人之後跑去落到的後巷 上了一輛負責接應的七人車 附近化妝品店的職員說 見到三個人逃走的經過 中標店一名男職員 事發的時候正在用電話 警方懷疑賊人以為他報警 掌刮他的臉 他送到伊麗莎白醫院 警方之後在多個主要幹道 撤路杖追捷賊人 賀昌實彈的警員在場戒備 到中午12點 在洛馬州米埔新村 發現一輛焚毀了的七人車 車本身是塞車 3月的時候報稱被偷 警方相信是賊人用來逃走的車 消息說有人在中午的時候 見到車著火 一個男人匆忙離開車廂 相信他手部有受傷 警方在附近找到口罩和打火機 暫時裂作縱火案處理 由於附近接近兩個離境管制站 警方正在調查 有沒有涉案人士已經離境 有線電視記者梁家業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